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爷爷 你怎么不走了 不说是山地子 不当凯定出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当七侠 虽胜五剑 威力宜然不调 伍府领教 师父 师父 张三丰 你可回来了 亲家 等等 你教我什么 小徒翠山娶令元为妻 武当天英不是英卿又是什么 哼 自是英卿 你就不该放纵那些自认侠义之辈 害死我女 张三丰 还我女儿 你真是什么功夫啊 哈 鸣王 天王 前是 ce 非常出生的 鸣王 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 绝不愿意看到 英王 我们何不为他二人之不幸 共同罢手喜患哪 你的话我听得进去 好 此事暂且放在一边 我要见我的外孙张武忌 武忌不在武当 张三丰 你又 英王切莫发怒 为了武忌的安全之际 武忌在蝴蝶谷宜兵 武忌在蝴蝶谷宜兵 蝴蝶谷 chocolate 小鬼 veal 牛先生 吃饭了啊 跟我预测的一样好多了 牛先生 我姓胡 我知道你姓什么 我只是看你的脾气跟牛一样 所以顺口叫你牛先生吧 你还会烧菜做饭呢 我们在冰火岛的时候 什么冰火岛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地方 义父 义父不走 武器也不走 义父拿到我脖子 武器也拿到我脖子 义父 怎么了 是不是想起什么伤心往事了 我不跟你说了 长大哥 长大哥 醒醒啊 长大哥 长大哥 我来 来 来 死 你 这是武术学 武术学是足少阳和戴脉 在铜水道旁一寸五分 你懂学道 对对对 你爹是武当派 你娘是天鹰派 对吧 武林世家岂有不懂的道理 这不是我爹娘教我的 是我义父教我的 点学解学还有医学 我样样精通 这么说你义父是个能人了 那还用说 你义父是什么人呢 是不是也住在冰火等 你不用套我的话 我是不会上当的 你知道吗 人身上这个戴脉 是最为古怪的了 牛先生你知道吗 有些人身上是没有戴脉的 胡说 人怎么都没有戴脉呢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我觉得你给我扎这针 对我的戴脉是根本没有用的 是白扎 你胡说 戴脉奇妙那是不错的 但是岂有说它无用呢 世上有许多雍医 不懂其中精妙 真要往往勿用 我看你是无用吧 我无用 你敢说我无用 你 好 小子 给你本带脉论 回去好好看完了 就知道我是不是无用了 小鬼头 到屋里睡吧 不 我要陪常大哥 随你的便吧 无忌兄弟 外面风寒大 你回去吧 常大哥 你师伯见死不救 我又救不了你 我不知道你能活多长时间 所以能陪一课是一课吗 兄弟 好兄弟 兄弟 好兄弟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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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说对一些内外伤不敢说是精通 但是我有七八分把握 你看在这时候等死 大不如让我给你下针 希望能够治好 如果不信的话 我愿意一命赔一命啊 兄弟 你说的是哪的话 来来来 快给我下针吧 要是上天有眼 我被你给医好了 那正好可以修我师伯一修 要是不信 三阵老公把我扎死了 也好过在淤泥当中活受罪啊 来 长大哥忍住啊 兄弟 放开胆子 扎 我真自信啊 这穴道 绝窝出血之理 怎么会这样 长大哥 我 没事 维生浪即江湖 过的是刀鼓填血的日子 这小小的一针算掉了什么 来 兄弟 重来 扎准点 糟了 血流不止啊 牛先生 长大哥的官员血流血不止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牛先生 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来救长大哥的性命 只要你说愿意 我愿意马上死在你面前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 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 我说过我不治就是不治 就算死上十个张无忍 我也不会救一个长云春的 牛先生 牛兄弟 无需跟我师傅浪费口舌 该怎么下生你照下 我挺得住 来 长大哥 你挺住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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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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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 是自己胡乱一字 害得你伤上加伤 还是我下针又成效 逼出了你体内的瘀血 别看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长大哥 你没事吧 兄弟 柴虎 柳西 陈胆 寿屋 大黄 应该没错了 没错 没错 你就照这么见 长玉春吃完你这副药 他要是不死 这世界上就没死人了 好 长大哥 这要是好是坏 我也说不定啊 妙啊 这就叫盲医治虾马 长大哥 怎么样啊 长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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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长大哥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长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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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把我吓坏了 这几天啊 冰痒痒的 可把我闷坏了 我说兄弟 有真棒 我舒服多了 真的 舒服多了 多谢小兄弟 一个从容大胆 一个体魄健壮 这结心掌的掌伤 倒真给他治好了